自從台北市長柯文哲下令把忠孝橋拆除後 讓原本被擋住的古城門、北門重現古蹟風采 北門正式的名稱叫做承恩門 是台北城門中唯一保持當時原貌流存下來的古城門 現在位於台北市忠孝西路、延平南路與博愛路的交叉口 從捷運台北車站下車 沿忠孝西路走10分鐘就可以抵達 不被忠孝橋擋住的北門 吸引了不少民眾的好奇心 成了一個新的觀光景點 台北城門是清朝後期在台北大道城與蒙家兩地之間的建築物 面積達1.4平方公里 可是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台北城開始遭到拆除 五個城門最後只剩下四座 分別被稱為台北府城、北門、東門、南門、小南門 是中華民國國定古蹟 那現在就由我城門人來帶你認識其他的古城門 在看完北門後 只要在搭車道、捷運中正紀念堂 走大約五分鐘就可以看到東門 又被稱為警服門 在凱達格蘭大道與總統府附近 因為東門的地理位置常進行遊行及活動 所以周邊都設有鐵欄杆 以防止受到影響 而東門臨近中正紀念堂、國家圖書館及國家戲劇院等地 假日民眾不妨來這裡走走 放鬆身心 接著朝著國家戲劇院的方向 繼續走大概十分鐘後 會看到南門 也就是立正門 來到這裡會發現 身邊的景色與東門截然不同 從建築物漸漸變成樹林 連號稱台北城門中最大的南門 都被樹林所包圍 但除了南門之外 這附近還有一個小南門 另一個名字是崇西門 與南門相反 小南門是五座城門中最小的一座 當時建立是為了方便板橋中和的居民 出入台北城而建的通道 只要沿著愛國西路走將近十分鐘 就會看到小南門 來看大小南門 別忘了來逛逛南門市場 體驗傳統市場的魅力 還有宛如小森林的台北植物園 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來遊玩 經過了北門 東門 南門 小南門 天空不知不覺暗了下來 來到了最後一站 流行商圈西門町 這裡有西門紅樓 電影街 創意市集 各式各樣的精品小店 都可以看到 在當時西門是五個城門中最華麗的 但也是唯一完全被拆除掉的城門 因此台北市府在橫陽路 寶慶路的交口處 設立寶城門就職的紀念石碑 也為重現西門 市府在石碑附近設置裝飾 藝術品西門印象 公民眾認識西門的歷史點滴 沒想到在這宣霞的台北市裡 有著值得珍惜的歷史建築 適合你來趟尋故之旅 一趟城門輕旅行